首爾一家迪斯科舞廳 過去客源都是以年輕人為主 但是這幾年的常客 卻變成了老人家 這些銀髮族 經歷過經濟危機 生意失敗的 甚至還有親身的念頭 但是他們卻在舞廳 認識了新朋友 也透過跳舞 找回新的生活目標 隱身在首爾東區 小巷子裡的一座地下室 播放著充滿活力的音樂 裡頭的人正享受 隨著節拍起舞的樂趣 絕大多數都是銀髮族 這家迪斯科平常日白天 約有一千名顧客 週末約兩千名顧客上門 隨著南韓人口快速老化 還有不少人孤獨 貧窮跟生病 迪斯科向他們敞開大門 這個世代的銀髮族 經歷過一九五零 到一九五三年韓戰之後 合力將南韓建構成 亞洲第四大經濟體 但他們卻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會員國中最沮喪與貧窮的一代 二零一三年韓國銀髮族的貧窮率 為百分之四十九 是OECD會員國平均值的四倍 老人自殺率兩千年 每十萬人裡有三十五人 到了二零一零年增加為八十二人 比OECD平均的二十二人高出許多 今年六十三歲的金印吉曾於一九九七到九八年間碰上亞洲經濟危機 生意失敗 消沉好久 但自從來到這裡 每週四次 每次兩小時的舞蹈 讓他擺脫自殺念頭 南韓的社會給這些銀髮族退休後的工作機會 以及低廉消費的休閒生活很少 跟不上人口老化的速度 OECD預測到了二零五零年南韓六十五歲以上人口 和十五到六十四歲的族群相比 將從二零一四年的百分之十七點三暴增為百分之七十一 成為日本及西班牙之後 全球老化人口第三高的國家 對這些經常進出迪斯科舞廳的老人來說 只花一千韓還 相當於台幣二十八塊錢就可以得到快樂 為什麼不 記者黃明玲報導